王艺锦 王艺锦 陈卓璇 王艺锦 郑乃欣 刘仙宁 王艺锦 张亦凡 好的 让我们印象上以3、3、3 来到我们的教室中间 好 非常欢迎我们的 印堂少女303 来到我们的快手直播间 那我们的观众呢 也在陆续的进来当中 今天呢您所看到的是 印堂少女303的告别季 到明天里的主题班会现场 大家是不是一下子梦回到了 自己上学时的班会 刚刚那个小仪式过后呢 让我们印堂少女303 用自己的方式 和大家再次打一个招呼 好不好 嗨 大家好 我们是印堂少女303 我是斯丽娜一高 我是赵岳 我是王艺景 我是印堂少女303陈卓玄 我是印堂少女303的乃欣 我是印堂少女303的 刘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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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我们少女们 来到我们的快手直播间 今天我们和观众呢 一起来见证 我们少女的这个成长 然后刚刚呢大家送上了一首 露露露之歌啊 正好在这个班会里面 是不是就是打听一下 大家的这个学生时代是 也都是这么多才多艺的 就是张鹏就唱出了 最游行的这个歌曲吗 有没有分享一下自己学生时代的 来从西林开始吧 今天的宣传委员 西林同学 我的学生时代吗 我的学生时代 那当然是一个三好学生 爱学习 然后坐在教室的第一排 然后把书放在前面睡觉 跟你选的这个道具 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的书 是摆在这里的 然后眼睛是一部样式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可爱 来 我们接下来 赵岳来给大家正好介绍一下 什么这个道具 然后还有你的学生时代 我今天的道具啊 我今天的道具是一个大大的气球 里面有羽毛 然后呢就是跟我的学生时代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关系啦 然后就是一个今天 觉得非常同趣的一个道具 然后呢我上学的时候呢 就是前面跟思琳差不多吧 就是认真上课 认真听讲 只不过我特别喜欢 坐在窗户附近 这就是动漫里面 经常说的主角之位 就是平时就是在外面看一看 看窗 对 看一看太阳 就学累了以后 在外面看一看那个树啊 眺望一下 不拿点什么不行 然后其实我的道具 就是我聪慧的大脑 可以 一向一如既往如此的这个个性 来我们 来我们 今天道具吗 就是可爱的这个 就是包包 好可爱 好可爱 就是他们给我带 我就带一下 那如果是你自己学生时代 会喜欢什么样款式和颜色的包包吗 我的呢 我比较喜欢那种 那个 就是大大的黑色的那种 对 很酷很酷的 对对对对 我们已经开始看来 弹幕上有互动的 已经引起了我们 沈州神的注意啊 是什么样有趣的弹幕呢 当然是说我们漂亮的弹幕 对我也看到了 好漂亮好看好美啊 好的 那我们留下 你